老男神李洞旭的新剧一开播 就离奇地死了 而他的侄女正被一把98K瞄准着 狙击手800里开外扣动了扳机 侄女被吓得蜷缩在角落里 子弹击穿了唯一一张全家福合照 然而在合照不远的暴露处有一把手枪 另一侧则是躲着一个受伤的女人 客厅最里面还躺着昏迷的好友 这把手枪似乎成了三人唯一活下去的希望 很快侄女就冷静了下来 尝试爬过去把枪捡起来 好巧不巧枪被弹到了沙发下来 倘若在贸然的过去哪肯定必死无疑 现在该怎么办呢 侄女逼迫自己集中精神 忽然既起和叔叔一起看枪战片时 她曾说过 除非拥有蜻蜓的眼睛 忽然人类的肉眼不可能完美地 看清这个房间里所有的思想 侄女看着地上镜子的碎片想到个办法 便立即将其绑在扫把的末端 然后趴在安全的地方 慢慢地把扫把伸出去 看似是想利用镜子观察狙击手的位置 当狙击手看到这个举动后 发出了嘲笑的笑声 因为这么远的距离 根本没办法靠镜子看到位置 没过一回 侄女又伸出了一片碎片 依旧被狙击手给击碎了 很快 侄女这次高举扫把 慢慢地移出了可视范围 而狙击手的第三次射击打在了门框上 侄女迅速收回扫把 发现镜子碎片还在 同时狙击手意识到了不对劲 原来侄女通过三次尝试 判断出子弹是从左往右飞来 再从被击中后听到枪声 以及弹痕推算出射击距离 是离他们很远的高处 那么安全地方也就是狙击手的视觉思考 只有身后的冰箱上面 想到这 她立刻爬到冰箱底 试图跳过去捡起手枪 然而狙击手半天没见动静 便让同伙把车子往前挪一挪 果然她在村东头的高架上 与此同时 侄女已经做好起跳的准备 恰好被动了位置的狙击手给发现 侄女顾不上疼痛 立即去拿沙发下面的枪 可距离只差一点点 她不得不拼尽全力掀开沙发 然而却震惊地发现 沙发下藏着一把AMW 当狙击手做足准备 打算一枪结束游戏时 她已经被AMW瞄准了 故事还得从那天说起 一个猥琐的男人 跟着女人走进卫生间 却被里面的侄女郑志安给打了一顿 于是二人都被带回警局接受调查 就在这时分局的人打来电话 她的叔叔郑静弯自杀了 原来志安早就发现叔叔的行为反常 五楼的房子非要装房到窗 还用特制金属做了个衣柜 据说就连子弹都无法打穿 此外还强调 士兵若是在战争中死去 为了记住他们的身份 会把详细的信息塞进每个人的牙缝里 同样学号也很重要 叔叔要志安将学号牢记在脑中 而这却是他留给他的最后一句话 没过一回 志安来到殡仪馆认识 他发现叔叔的脖子上有个伤口 可人通常自杀不应该割案吗 然而办案的警察通知 为此他们展开过调查 但一周以来 郑静弯住所附近的监控 没拍到任何人 此外根据国搜科的验尸意见 是有自行下手的可能性的 所以警方已自杀结案了 志安听后没有提出任何意义 签下了死亡确认书 刺了协助杀人等字样 这不禁让志安有些疑惑 为了给叔叔办丧礼 志安回到乡下老宅拿照片 恰好碰上了小时候的玩伴证明 这人不仅帮忙处理了叔叔的遗像 还透露帮叔叔做过几天事 甚至知道叔叔是在卫生间出的事 不过二人都还没进去看过 很快葬礼就办了起来 但却来了两个不速之客 不仅不说话 就连村长也不认识 那么叔叔的死是否和二人有关呢 丁叔叔死后侄女意外发现 他竟然经营着一家军火店 就在这时仇家找上了门 原来正名在老宅帮忙打扫卫生间时 看到吊柜上有个血纸印 打开之后里面摆着一台老式手机 与此同时 村里的乡亲们纷纷猜测 叔叔表面上看是个开网店卖水管的 但真实身份是某黑帮的堂主 还有人说他是情报局的对北间谍 一听这些话 村长不愿意了 当年他和其他几人的父亲们 因为去隔壁村赌国而破产 村长爸就在家里烧炭打算全家自杀 就在危急时刻 是郑静湾丢了一袋钱 救下了在座的所有人 然而和叔叔一起生活了十年的治安 却连他的小道消息都不知道 一转眼 丧礼按部就班的结束了 治安带着骨灰与正名回到了老宅 突然正名想起来在卫生间发现的那台老式手机 便如实地交给了治安 但治安记得 大学时和叔叔一起换了智能机 难道是他淘汰下来了 一边说一边摆弄起来 突然手机来了条短信 已经汇入七千万韩元了 什么时候能收到货 然而治安一查存款下了一跳 并非一所思地让正名帮忙确认 居然有187亿韩元 二人都不相信光靠卖农用水管能赚这么多 治安忽然记起 正名曾帮叔叔重建的那个网店 二人立刻登上去寻找的案 按照店里最贵的一款来算 至少得卖11公里的水管才能赚那么多 这个结论一点都不合理 随即正名利用技术 尝试检索网店背后 是否隐藏了其他的网址 结果还真找到一个 登录后首页显示了一串英文 恰好与叔叔脚底板的刺青一模一样 网站是自动登录的 点击确定后 二人发现是一个售卖军火的暗网 也就是说正进湾在做这个事 突然买家发消息 询问买的东西什么时候能发火 治安想了想 告诉对方店铺不干了 付的款也会原路退回的 然而对方却发来正进湾死了 那治安你今天也死定了 还没等二人反应 文灵突然想了起来 治安小心翼翼的接起可是通话 敲门的人自称叫敏慧 是叔叔的中文家教 治安告诉他叔叔不在家改天再来吧 殊不知敏慧的包里带了一把手枪 就在这时 老手机收到一条短信 别死在别人手上 我亲自来杀你了治安 突然门口传来敲门声 与此同时 四架无人机载着炸弹正向他们飞来 当女孩为了逃命 不仅从四楼一跃而下 甚至还躲进冰冷的停尸柜里 原来多年前治安的奶奶突然过世 叔叔静弯觉得可疑想厌尸 但治安爸认为那样对母亲不尊重 所以嚷嚷不同意 就在治安妈拜托丈夫小生一点时 年幼的治安不小心打翻了奶奶的骨灰 于是治安妈提议 由静弯把孩子带回家照顾 夫妻俩留下来替婆婆手 然而静弯带着治安刚离开没多久 一个杀手就来到灵堂将治安的父母杀害了 回到家以后 叔叔教导治安 死亡不是可怕的事 当狮子面临死亡时很安静 因为只有弱者才会哀嚎 而强者从来都不会 可年幼的治安有些害怕 叔叔告诉他越是害怕 就越要睁大眼睛仔细看清楚 就在这时 老手机来了通电话 静弯起身接听后 立刻变了脸子 紧接着弯下腰叮嘱侄女 他现在要去殡仪馆找治安的父母 所以治安得一个人暂时待在家里 他的朋友等下会过来 但不能直接帮忙开门 必须出个谜语考考他 如果他答不出来就躲起来 交代完注意事项 静弯就匆匆地出了门 第二天一早 治安被一阵撬门的声音吵起 就走到门口停了下来 点起脚尖努力地透过猫眼 看到外面有个人正在往里面 殊不知身后还别了一把敌手 治安按照约定打算出题考考对方 然而话因为落门就被撬来了 紧接着 男人探进来半个头 随后外面传来了打斗的声音 不过很快就恢复了平静 忽然另一个人冲了进来 用手机回答了治安的问题 然而这是走廊里传来的脚步声 又有杀手找来了 男人慌乱地将治安藏在卧室 由于事发突然治安只记得他带了个纸火 没过一回 打斗声 枪声 倒地声交织在了一起 治安好奇地打开门 发现叔叔的朋友已经死亡 吓得他立刻关上房门 焦急地想找个地方躲起来 很快房门被打开了 两个杀手走进了屋里 这里给大家提个醒 躺床上这个男人就是杀害治安父母的杀手 突然他注意到 窗子似乎被人打开了 于是立刻走到窗边 结果还真发现了掉在外面的治安 治安想都没想松开了手 只听喷的一声 他安全地掉在了下面的沙发上 来不及顾身上的疼痛爬起来就逃 长发杀手随即跟了上来 不知道是福还是活 被这么一撞 杀手无法再继续行凶了 很快治安就被送进了医院 迷迷糊糊间他听到两名警察在谈论 父母在病医馆被害 而自己变成了为了寻找父母才被撞的 当晚治安做了一个噩梦 一只猎狗叼着叔叔朋友的手臂站在病床上 一步接一步地靠近自己 治安猛地惊醒 瞬间就坐了起来 与此同时 长发杀手真的出现在了病房外 他缓缓地走进病房 并装上消音器 原来治安躲在门口 趁长毛不注意逃出了病房 他一路狂奔误打误撞地闯进了停尸间 长毛随后就赶到了 并通知同伴待命 听到外面讲话的声音 治安打开了停尸柜 和一具尸体躺在了一起 恰好是他死去的妈妈 长毛走进来后 先观察了一下停尸柜的温度 依照温度的高低锁定了中间的 就在他准备打开下面的时候 原来开门的是长毛的同伴 长毛健壮放松了警惕 治安听到外面残来激烈的声音 但由于停尸柜里太冷了 昏了过去 没过一会 叔叔打开了停尸柜的门 抱起侄女的同时 看到了嫂子的尸体 镜头一转 叔侄俩回到乡下的老宅 此时治安因同时失去父母 再加上冲击带来的创伤性应激 患上了伴随解离性失忆症出现的失忆症 静弯对此非常非常的自责 不停地抽自己耳光 然而二人悲惨的生活 这才刚刚开始 2024开年韩剧 最刺激的一集来了 原来治安回忆和叔叔一起生活时 被门外急促的敲门声拉回了现实 敏慧迫切地想进屋 治安表示叔叔今天不会回来 希望敏慧可以先回去 必听这话敏慧掏出手枪 操着一口不流利的中文 试图把门片开 但治安意识到了不对劲 同样操着中文回答对方 听到这话 敏慧放弃了硬闯的想法 表示下次再来好吗 随即静止地离开了老宅 然而镜头一转 他开着车子来到离老宅不远的地步 一边打开无人机自动模式 一边用RPG对准了老宅 与此同时证明有新发现 他黑进了叔叔网店的经营者账户 了解到网店是以严格的等级制度在经营的 而只有通过的人 才能获得等级 此外唯有获得经营者授予等级的会员 才能在网店购买物品 而每个等级皆有不同的特性 依照特性购买符合的东西 等级一共有四个 红色等级代表杀人的杀手 类似于电影里雇佣的那种 可以购买武器 炸弹和剧毒物质 一切杀人时所需要的东西 紫色代表间谍 可以购买各种窃听装置 偷拍设备和简单的武器 以及被发现时能毫无痛苦死去的用品 黄色等级代表轻盗夫 可以购买处理尸体或善后时所需的药品 洗劫剂 清扫道具等 不仅如此 还能提供各种逃过南朝鲜律法的服务 最后一种绿色等级 与其他等级不同的是没有专属类别 网店规定在本店获得等级者 绝对不能攻击绿色等级的人 万一有人违反此项的话 获得等级的所有人必须拼命保护绿色等级 还没等二人搞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外面突然传来巨响 就连大地都跟着摇晃了起来 志安走到客厅一看 院外的围墙被炸出一个大缺口 突然一架无人机从天而降 话音未落无人机进行无差别射击 而此时老宅已经被无人机包围了 志安拉着正名打算从后门逃跑 然而一开门 无人机三号正在头顶悬着 梁小之见状意识到 门是防弹材质的 志安撞着胆子回到客厅 发现老宅四周的玻璃也是防弹的 而外面的无人机停止了射击 突然无人机一号喷出个什么东西粘在了玻璃上 紧接着二号也开始喷射 逐渐的数量越来越多 防弹玻璃瞬间碎裂一地 志安爬起来就往里面跑 但正名却脚下一滑摔倒了 无人机一号静止地冲进屋里 对着志安就是一阵扫射 此时正名已经爬到了书房 而无人机感应不到人后 缓慢地向卧室方向飞进 然后挨个房间逐个搜查 不过在书房里却没看到人 其实正名躲进了柜子里 一号箭打不进去便发射了一枚炸弹 就在证明即将被射杀的紧要关头 至此无人机一号正式下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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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